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俄軍在過去數天與烏克蘭政府軍在勞金斯克市爆發連場的激戰 俄方在上星期六宣稱已經獲得了控制權 但烏克蘭政府反駁堅稱控制權仍然在自己手上 繼續抵抗俄軍的猛烈炮轟 俄羅斯消息人士在社交平台上發布短片 看到市中心的政府行政大樓已經被炸毀 但外界暫時無法核實這個短片的真偽 烏克蘭國民警衛軍發言人說 盧金斯克市現在仍在烏軍手中 不過總統澤連司機的顧問也承認這個城市很可能最終會失手 俄烏衛衝突引起了不少異常不道的話題 情況如何? 我們一起利同巴士的步的總編來和談談 李童,你好 最新的一個爭議就是和我們日常吃西餐時都會吃到的羅宋湯相關 外電在7月1日報道 軍事上的戰場上未傳接報的烏克蘭 在上星期五贏了一場針對俄羅斯的象徵性戰役 聯合國的教科文一個組織承認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威脅到烏克蘭版本的羅宋湯文化的存在 這一種用紅菜頭煮成的湯是俄烏兩國都是存在的飲食 在聯合國機構宣布相關的消息後 烏克蘭的文化部長很興奮 在社交媒體中說羅宋湯正式屬於烏克蘭 他還在社交媒體中說 烏克蘭不僅會贏得羅宋湯之戰 還將會在當前與莫斯科的衝突中獲勝 而烏克蘭的外交部副部長也發推文祝賀 說烏克蘭的羅宋湯現在可以去俄羅斯化 4月中的時候 烏克蘭就請求把這道湯列入 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如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核的一個負責 非物質文化遺產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 通過了基庫申請 委員會的成員解釋說 本身這道湯的存在沒有受到威脅 但人們再沒有辦法避齊 甚至不能種植煮羅宋湯所需的本地蔬菜 也沒有辦法再聚集一起製作這道菜牙 而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澤哈羅威在社交媒體上回擊 說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是否會承認豬肉是烏克蘭民族的產品 也有俄羅斯的代表指出 很多東歐國家都煮不同版本的羅宋湯 這個決定並不能認定 這個湯是烏克蘭獨有的 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沒有把羅宋湯的起源地 判定為烏克蘭的 謝謝你 美國德州最高法院退化下級法院的懷孕六州以內女性 享有墮胎權利 德州各地的墮胎診所在上星期六陸續關閉 提供墮胎服務的全體婦女健康機構總裁表示 公布最新裁決之後 在德州開設的四間診所已經被迫停止提供墮胎服務 診所的工作人員已經取消所有墮胎手術的預約 他形容同受影響的女士對話是令人心碎 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發表聲明 孕婦如果是來自禁止墮胎的州份 其他州份都不會為他們提供服務 一名男子在上星期六利用噴火器 總部內部的一個員工發現後大勝負荷, 你明男子才停手,然後開車逃去。 組織發言人表示,今次的放火事件和今年五月水牛城超級市場槍殺案又同一默落。 這些暴力事件的起因都是基於壓迫食民主義和幕術的社會制度。 我們轉看看本港新聞,新華社評論員發表文章指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7月1日發表重要的講話, 看到四個必須和四個希望,當中包含了期許和重託。 四個必須包括第一,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 第二,必須保障中央全面本治權和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上統一。 第三,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 第四,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而四個希望,包括第一,著力提高自利水平, 即是實際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維護基本法權威。 第二,不斷增強發展動能,主動地對接十四五規劃與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的國家, 與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的合作。 第三,切實地排解民生優難。 希望新一屆政府要務實有為, 將市民的期盼作為施政最大的追求。 第四,共同維護鑼鞋穩定,令香港青少年增強民族自豪感。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天與新一屆政府進行第一次的內部會議。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他會在會議中強調兩大重點, 首先會自力將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四點希望, 作為施政的大方向。 他亦指出各局長要獨當一面, 能夠高效能地處理政策範疇內的事。 他表示要做好內部溝通, 是建立成功和高效團隊的重要一環。 他與團隊會以行動爭取信心, 而結果受責分歧, 以成績凝聚互信, 將香港建設成一個充滿希望的城市。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天指出,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因此成立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李家超指,這個政策局將會負責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的政策, 亦可以利用旅遊業進一步推廣中華文化。 他表示會好好把握十四五規劃給香港的新定位。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今天9點正式開放, 受到風暴集港的影響, 原定昨天開放的故宮館順延至今日。 故宮館今天特別現場開放時間提早1小時開館, 閉館時間延長至晚上9點。 新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勇雄, 故宮館董事局主席陳智思, 故宮館館長吳志華等出席城市點睜儀式, 並且在門外歡迎訪客入場。 楊潤雄指故宮館會成為西九文化區的重點展覽, 展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利用獨特文化優勢, 降好中國的故事。 他又指, 市民無需來說就可以欣賞到內置北京故宮博物館的重要文物, 令香港居民多形式中華文化之外, 亦可以培養身份認同感。 楊潤雄同時希望故宮館能夠成為其中一個旅遊熱點, 帶動旅遊發展。 大家好, 想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部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樓台。 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 每天不用港幣兩元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 你和巴士的部團隊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是不會減少的。 我們巴士的部會投入很多資源, 將來為大家製作多些好的節目。 我們很需要你們的支持, 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 亦都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的網站, 亦都可以找到石樓台的。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看吧, 多謝大家支持。 2703isti 5806 7607